南投县茶商同业工会举办106年冬季季2017全国冬片比赛茶颁奖典礼 今年参赛总件数有2161件 估计比去年增加近千件作品 竞争相当激烈 县长林明珍也特别到现场颁发特等奖县长匾额 除了恭喜得奖茶农并邀请爱喝茶的民众到民间乡一起来品尝好茶 南投县茶商业同业工会在松林社区活动中心办理冬茶比赛与全国冬片比赛茶颁奖典礼 其中青年茶农连伟名相当不简单 不只在冬廷茶艺合作社比赛中拿到特等奖 也在茶商业同业工会中分别在乌龙茶主与金轩茶主得到特等奖 林维敏表示他非常感谢茶商工会有这个平台 让男性茶农有参加的机会 由于家中有很好的环境让他可以专心做好茶 很高兴许这边可以立到南投大商工会 厚人做到金轩做的那种也很感谢大商工会 有这个平台可以让我们地狼和青少年人 我們可以把最好的地方拿來比賽 我們家裡有很好的環境可以去比賽 以前我也是在外面做公園 做起來也是賺錢和賺不夠錢 也是想要回來做地和賺錢 做茶是覺得越做越有興趣 我覺得做茶可以像高朋友也可以賺錢 那是很好 市長黎明正表示 茶商工會比賽茶品質非常優異 尤其在行銷方面也做得非常好 在中國很多省份都能買到他們的好茶 而長榮們在製茶方面也很用心 相信一年可以比一年更為優質 我們松博林茶商工會 今天在這裡頒獎 我們茶商工會比賽茶 今天獲獎的茶業都非常優質 尤其茶商工會李立方理事長 他對我們推動茶業也是非常用心 能夠把南投縣這個最好的茶 能夠行銷到大陸各方面去 讓我們的茶葉都能夠在我們台灣 或是在大陸每一個角流 都能夠喝到台灣南投縣的好茶 所以茶商工會對行銷方面 都非常的用心努力 我們對李市長還有我們茶商工會 所有的李建市大家用心為我們茶榮 行銷他們茶葉的用心 縣長在這邊表示非常感謝 也是感謝我們所有的茶榮 大家都非常用心 研製更好的優質 好喝的優良的茶葉 來提供給我們國人來品嘗 相信我們這個茶葉是 我們農業的高經濟收入 我們希望一年比一年更優質 一年比一年更好 茶商業同業工會理事長李立芳則表示 茶商工會冬茶比賽項目 包括清新烏龍、清宣、冬片茶等等 是全台灣比賽茶品種最多最齊全的一場競賽 另外冬片比賽茶不只是南路縣獨有茶 尤其在民間鄉產量最大 品質也相當優良 在今年的時候我們非常去信 就是說大家非常對茶商工會的愛護 所以我們的見識 我們今天調查的見識 總共是2161件 那對我們來講是提升了很多的一個品質 跟所謂的茶的一個品質跟形象 那相對的大家對茶商工會的愛護及照顧 那使我們茶商工會對於今年的比賽茶 我們把它評選的話 在評選裡面的話 我們把台灣的那個茶葉的話做得非常好 因為高山茶今年的冬頂烏龍茶組 還有許多許 還有冬頂金鮮翠翼四季春茶組 還有冬片茶組 還有烏龍茶組 這是目前讓台灣的比賽茶裡面最完整的組合 那因為我們為了照顧所有的茶區的動民 以及他們為什麼會來茶商工會繳比賽茶 因為我們把冬頂茶 把冬頂的金鮮翠翠四季春 還有冬片茶這樣的推廣 那冬片茶的話 但目前的話在南投縣舉辦茶比賽裡面比較少的 只有冬頂的豆茶協會跟我們的茶商工會而已 所以以目前台灣這個氣候海拔到500左右的茶區 是適合冬片茶 所以冬片茶今年的茶質非常的優 還有口感非常的清香 所以愛好茶的朋友 可以選購今年的清香茶組 以冬片茶為主 這次由來自各茶區茶友報名 共繳出2161件 參賽數量也一年比一年更多 也吸引很多愛茶人士表現場合特等茶 主辦單位表示他們會繼續努力 鼓勵茶農總作 與製作多元化 而且高品質的茶產品